我要看事半 今天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一如 台湾首批11.7万剂牛津AZ疫苗 在3号抵达台湾 如今都过了一个星期 外界非常好奇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放施打 直播官陈时中解释 因为这是第一批疫苗进来 所以在检验上面 是会比较严格一些 还加验了一个异常毒性反应 那么总共七项检测 目前只差 无菌试验还在进行当中 只要合格的话 就会尽快放行 力听在一个星期之后可以开打 在下周三有机会 大部分有没有机会 当然是有机会嘛 首批AZ疫苗抵台 至今已经一周过去 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的 七天内开打 直播官陈时中乐观看待 因为已经在仓库保存的 11.7万剂AZ疫苗 小鼠拿去抽烟的样本 包含外观鉴别酸碱度PHG值 细菌内毒素 DNA protein比例 一场毒性试验 等六项检验都已经过关 现在只差在无菌试验这一项 还在进行当中 一合格就会放行 检查完毕就跟大家来做报告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过那个无菌的试验 需要等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也不想缩短那个时间 只是根据法国卫生部 最新数据显示 AZ疫苗的使用率 只有少少的24% 还有离癌患者一听到 要打AZ疫苗立刻拒绝接种 五国则是把医事人员作为优先施打的第一顺位 施打医院备受关注 就帮人家打疫苗的医院 那当然好像说被打的应典的医院 也询问大家施打的医院 那看起来有七成以上 配什么疫苗呢 我们感动就会发酵来 那我们通常就 就会去打 不过这个每个人要不要打 是每个人自己会去做决定的 那他要考虑自己的风险 深究诚实中否认医护有巨打潮 感染科专家态度则是比较谨慎 第一线医护到底要不要选择AZ疫苗 还是要自己评估 今天我们的林凯钧 天保导